在許多巷弄中 藏著只有在地人知道的美食 這些內行人才知道的老店 也記載著許多新竹的歷史 今年來的餐飲業不斷推陳出新 但也有許多傳承數十年的老店 在年輕人的手上 緩發新的光芒 我們實際魚丸已經經歷了三代了 我是第三代了 那原本是從一家很小的店 然後到現在 音樂有擴大一點 就是店的規模 然後產品的品項也真的蠻多的 然後也開始接一些外地的客人 比如說像我們用搭配宅配 那吸引一些外地客來跟我們購買 我們的產品這樣 那我們的產品堅持就是手工的捏制 然後每天新鮮的食材 然後因為現在的食安問題也蠻嚴重 所以我們這麼多年來 都還是以最新鮮 最天然的食材去製作的 這間歷經三代的魚丸店 不僅選用新鮮的鯊魚肉製作 內餡更包著最有咬勁的溫體豬後腿肉 在地的美味堅持了數十年 不曾改變風味 也期望能將傳統繼續傳承下去 老闆說這不僅僅是傳承爺爺的好口味 更是讓在地的文化能夠永續下去 凱博新竹承諾怡紅 蔡文綺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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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